早上好,奥斯卡还没有出去溜 我们才起来不一会儿 但是呢,我今天要出去先把这个 昨天充电那个线收回来 今天我们要移动 你不要动啊,看这地上这水都是空调的 冷凝水啊 可想而知外边有多么热 昨天其实就下午冲了一下 晚上就直接给它拔掉了 掉到那边,我们去那边收 哎,这是不是过来送 你是不是过来送那个打印机的 啊,给我就行了 有2000张打印机不够 你们再和我们主管说就可以了 2000张啊 1000张应该够了 然后我这边还有个快递 你稍等我一下 你顺便帮我拿回去记一下 好,幸福我刚才出来一下 我们的这个打印机 它来了 我们等会儿还得去拉点纸箱 用我们的房车 先把这个电线收了 因为我们打包的那些纸箱啊 它是异形的 都是定制的 所以呢,我们是从网上定制好之后 人家发到这边来 我们要去取 我们赶紧把电线收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准备去取纸箱 打印机已经拿到 上午我们在直播预告 再看下午我们的这里边变成什么 变成一个打印室 就我们对这些东西是太熟悉了 常年累月的在用 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发货的这个软件 先给它搞一搞 现在出现了点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协议上面 从云南发货有点问题 所以呢,今天估摸着 得把这个东西搞定 卡兔 然后打印标签这些我们得放好 到时候准备收拾收拾 我们就要准备去地理了 啊,孩子 这是我们的 另外一部维修的对讲机 也寄回来了 这是一个新的 底座 新的充电器 之前的底座坏了 我以为这个对讲机坏了呢 继续维修 后来人家说我这个充电底座坏了 但是这个车冲应该没坏吧 试一下车冲 还好我们这有这个点烟器 可以随时试一下 车冲应该,啊,车冲没有坏 只是坏的是那个 而且我们这电池 我还以为那个电池坏了 还丢了一个电池 是吧 可以充 可以充 车冲没有问题啊 点烟器充 充电口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要准备出发了 把灯全关掉 这些东西不用关啊 好,然后把拓展收回来 我去把垃圾一丢 你穿鞋子下来就行了 我们要去葡萄地 拿鸡丢掉 好,我们这就出发了 今天我们的住车地在葡萄地里 晚上我们在葡萄地过夜 从我们这个山头的门口上高速啊 跑了一下市区的路 就差点一个要分我们山头去了 这个我们上高速直接去蒙海方向啊 因为去蒙海就是要从我们这个 基本的高速上 往这个大路方向 蒙海东 蒙海南 38公里 差不多一多小时就到了 走过道的左右 走两个小时 这30多公里应该是有40分钟的到 到达蒙海南 这一段可能也就跑了十几分钟 二十分钟吧 下去走过道走的比较久一点 从这边才算是正式进入蒙海啊 离外面不太远 但不知道为什么堵车了 这个有点不太好玩 吃光了 现在差不多到吃饭点了 虽然我们还没到呢 但是在蒙海境内 我们先吃个饭吧 肚子先填饱了再说 隔在车上放着吧 有点 你的菜 你不盘了吗 你不盘了吗 我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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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调给它打开就行 用手机可以操作这个空调 可以给它远程控制 来着啊 卡子 这个还好 对是 这停车地方还真大 台价好吃啊 大雾足 文文对这边就比较熟悉了 跟着文文总是有好吃的 就是文文 都怪文文 吃了20斤 哈哈哈哈 怪你吃了20斤啊 你有胖20斤吗 跟着你胖了10斤 跟着文文胖了10斤 差不多 你快去看 啊 你跟文文去点菜嘛 今天晚上我们吃拉呼菜 你看这个肝巴吃好吃了 它是什么肝巴 猪肝巴 猪肝巴 好吃好吃 豬肉的 肝巴 可以 就白切鸡 然后这鸡汤是送的 还有粥 哦 还有粥 哦能不能吃得完吗 它就是量费 得 这是个套餐 这是什么 牛脚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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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吃 一说牛脚筋不想吃 一说牛脚筋 嗯香的很香的 嗯不错 不错 他家这个脏血好吃 好吃 这是咸菜 就腌气的 他们这边的腌菜腌的都不知道是什么菜 什么菜 你们这里叫什么叫 雪菜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叫的 好吧 看这个地方人有多少 吃饭吃一半突然下起雨了 嗯 我们等待稍微等管子上车吧 现实去淋湿了 好嘞 吃完饭 哎呀这会儿天黑了 八点多了 我们去地里去 哦这边的车已经停到那边去了 嗯 我天 这个先放在你这个后排上 第一手 好走 欧卡兹 幸亏你没有下来 再下雨 今天这个天色 有点诡异 要下雨 刚刚那边下雨下好大 这边不怎么下了 我们现在还得 好一段时间夜落 因为它不在摩海镇里边 从镇子到过去还有一根钥匙 到达 那边不行 那边有点翘翘的 是吧 可以平吗 那可以 那至少平了 哎 别坐 哈哈哈 吃啦吃啦 嗯 吃好冷啊 今天我们说到好多的快递 包括我们车上的一些升级配件 我们车上要升级一个亮衣杆 带领裁风扇旁边的 哎你说这个能不能装max风扇 这个风扇 哎呀不行 他只能装我们卫生间的那个啊 看一下我看一下 这个应该装在什么地方 装在这儿 因为我们之前拉的那个线太软了 不如这个方便 这个我们直接 哦就是你有太大的安全感吗 对对 他会晃 车一行动的话 他就会晃 不如这种实实在在的干啊 先找到手电钻 因为我们这个顶 它是铝的 我们要不要 它连贴带凝螺丝 这样会比较坚固 哦可以 你找一下那个缅丁胶 啊这回我们给这个 上面装了个亮衣杆啊 一个横的一个树的 这个可以用的时候这样拿下来 然后不用的时候 卡在那个卡子里边 我们是用缅丁胶加螺丝方式固定 之前这个太软 这个总会晃的一个衣服 所以这种硬的比较好用 然后就是我们床头的升级件了 因为我们床头那个槽啊 里边东西在行车过程中 老容易垫下来 我们这次行车才发现的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个 像是这样子的阻拦绳啊 你看我们这儿这个东西是 它是个阻拦绳 然后我们这个呢 跟那个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扣就是我们的 这个顶上这个加固扣啊 上去给它拧一下 先看浴室有没有打穿 好这两个扣子装上去之后 就一边勾一个就行了 哎这个长短 哎呀有点长啊 你去那个下边那个带在里边 咱们有那个短扣 就是小圆扣 这扣量的有点长啊 这个尴尬了 那个扣子计算错误啊 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这个 自己的圆扣了 这个扣 试一下 哎哎 这个也不是那么很好 怎么办 有作用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 哎 还是太长了 太长了我们要怎么解决呢 解决的办法有很多 把它剪断 那是最蠢的一种办法 哈哈哈哈 这个哦没事 这下面还有个扣嘛 这两块是现穿的这个扣里 zeigen房子 挺好的 中文字幕——YK